大家好,我是千锋好程序员大数据讲师大海 那么我们今天来学习一下Bloom的一个Sync HDFS Sync 那对于HDFS Sync呢 很显然就是要将数据呢 写入到HDFS 那么对于这种呢 Sync呢是很常用的 因为我们数据就要经常写到什么 写到HDFS HDFS呢是我们大数据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存储引擎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学习一下 Bloom的HDFS Sync 那好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官网 关于这个HDFS Sync呢 要怎样去配置 找到BloomSync是HDFS Sync 那这里边啊 关于HDFS Sync的配置有很多 首先上面这些啊 很显然对吧 它这些都是配置一些时间的 因为我们在使用HDFS的时候 将数据 从Bloom呢 拉取到这个HDFS 那很多时候呢 我们数据要有一个目录的管理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是不能把所有的数据 都放在同一个目录下吧 对吧 这样不便于我们分析 而且呢 我们进行了这种目录的管理 通常会以时间去划分 对吧 我可以把每一天的数据呢 放在一个目录当中 实际上这些目录呢 也对应了我们的Hive的分区 对吧 那好 那这些呢 都是一些获取时间的 一些什么 一些方法 那关于HDFSSync呢 这块呢 需要配置的东西 还是比较多的 那首先啊 这两个就不再详细说 一个是Type 一个是什么 Type必须配置上HDFS的 那你数据要存储到HDFS上 那你这里边就需要配置一个什么 配置一个HDFS的一个目录 对吧 你数据存储在哪里 那然后呢 这里边还需要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配置 需要我们去注意 对吧 那我们数据生成到HDFS之上 那这个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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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长到多少 或者说 我生成到HDFS文件 多大 再重新生成另一个 这是需要配置的 那首先这里边 这几项 就是配置 它的 对吧 那看一下 这些呢 实际上 就是我们用术语来讲的 就是说 日制的回滚策略 那首先 第一个 第一个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等待的一个时间 人说 每个 这个单位呢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秒 每个30秒呢 我们可以生成一个新的文件 然后如果配置成零 也就是说 这一项不起用 它不会根据你什么 不会根据时间去回滚日誌 那下一个呢 是什么 size很明显是大小 那这里边呢 它的单位是什么 是byt byt 字节 那然后呢 这里边呢 也就是说 每1024个字节呢 就回滚出了一个新的文件 如果是是零了 同样的道理 也是什么 不基于这项去回滚日誌 那下面还有点 roll count 回滚的数目 是吧 那这个数目指的是什么 这个数量实际上指的是我们的event 也就是说 传递了多少个event呢 我就要什么 我就要 生成一个新的 我就要生成一个新的 是吧 一个新的文件 如果配置零呢 也是什么 也是 不启用 对吧 不以这项标准作为参考 那这是这三项啊 那然后 还有这个 sdfs.byt size 那这个是也是一定要配置的啊 那这里边说的什么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有一个event 他就写入一次 sdfs吧 这样是不是很消耗资源的 对吧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呢 每次我处理一批 对吧 也就是说我写了多少个event呢了 然后什么 我就刷写到sdfs上 然后下面还有什么 sdfscodec 实验网是不是启用压缩 使用哪种方式进行压缩 你是gzip啊 bzip2啊 对吧 snap啊 等等 然后这是什么 htfs的文件的类型 那默认的是什么 secrent fill 是二斤制文件的 对吧 然后 这里边 可以有什么 data frame 或者是 comprev sdata frame 就是不压缩 就是普通的文本文件 然后呢 然后呢 这里边 如果设成 copyprev sdstream 实验网 就是要 以上边的压缩格式进行什么 进行将数据压缩 那然后下边 这是什么 最多能打开的 最多能操作的文件的特数 然后下边 还有一个 比较 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啊 比较重要的点 就是在这里 就在这里 那我们在 htfs要控制 这个生成的目录 那如何去控制呢 对吧 就通过这几项配置 去 去控制 那呢 如果是 如果是 这里边 啊 这里边 如果设成 错 如果设成 错 那就是什么 可以自动的创建一些目录 那你自动创建目录 多长时间 创建一个新的啊 多长时间 创建一个新的 那好 那这也是 后边的 这个啥 一 代表是什么 是一个单位 啊 一个一 是不是 代表一个数量 比较什么 这个数量的单位 什么 下面有秒 分小时 对吧 那如果这个 我假如说 这个位置 我配成 错 那然后这里边呢 我配成24 然后这块呢 我配成 hour 为什么 每隔24小时 是不是也是 每天 会生成一个什么 新的这样一个 目录 那然后 这里边 还有一个 这一点 那么我们在 通常配置的时候 都要使用一个什么 都要使用一个时间的 这样一个目录 那这个时间肯定什么 肯定是动态获取的 那动态获取的呢 就需要我们在这个数据当中 需要有这个时间 那需要有这个时间呢 那数据当中本身是没有的 对吧 那如果想获取这个时间 有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呢 我在数据当中 我添加一个什么 使用连接器 去添加一个时间窗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对于这种 hdfs sync呢 我们可以使用什么 可以使用本地的时间窗 那如果使用本地的时间窗呢 那就是这个像 要配什么 要配成tool 那这些东西解释完了之后 那咱们就具体的配置一下 然后呢 我们这次选用什么 选用tool tool的这个sauce 那tool的sauce 我们之前讲过了 对吧 那它主要是应用在哪里啊 应用于这种实时的采集 对吧 应用这种实时的采集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案例 看下我们的案例 那tool-hdfs 对吧 tool-hdfs 然后呢 我们来编辑一下 我们来编辑一下 然后是不是同样啊 将这个tool-hdfs.conf 放到什么 volume的conf的目录下面 然后添加以下内容 那这些内容呢 实际上我们刚才都已经解释过了啊 那然后再把我将它拷贝过来 然后咱们再说一遍 那首先 这一部分不再 不再去详细的去说是吧 之前都已经使用过了 那实际上我们是给这个什么 各个组件 命名对吧 命名完之后 我们描述我们的什么 描述我们的圆 描述我们的圆 然后呢 这里边 我们圆什么 ESEC的 对吧 ESEC的 然后我们去监控一个什么 监控一个文件 对吧 监控一个文件 那tool-hdfs 或是监控的什么 监控的文件名对吧 小f是什么 根据文件的这个 啊 啊 node id去追踪是吧 那然后 下边 啊 下面这个 下沉目标 追踪是吧 那下面这个 下沉目标 实际上啊 就是什么 也就是我们sync 配着我们sync 然后sync到哪里 hdfs 然后指定一个目录 那指定一个目录 log私下的 什么 -m -m -d 那 百分之后 m实际上代表什么 很显然是吧 代表月 对吧 然后百分之后 D什么 代表什么 日吧 对吧 那这里边 实际上我这个目录 我这个当前这台机器上 本身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 sdf 的客户端 所以说那这里边 我就没有去什么 没有去配置 没有写sdf s 冒号 没有写这些东西 那实际上 这些东西就省略掉了 是吧 那然后 在下面 配置下我的目录生成的原则 也就是每24小时 生成目录 对吧 然后 我配置了 我的什么 配置了 我的这个 文件的 回滚策略 也就是日志的 回滚策略 那这里边什么 等待每30秒 生成一个新的 或者是吧 每达到1024个字节 生成一个新的 或者是什么 处理了20个 事件 对吧 那这里边 那这里边 然后 by size 每处理5个事件 就写入到什么 sdf 那这一次 那然后这下面是什么 用本地时间 使用什么 本地时间 做为什么 作为格式化目录 也说你这里边 由于你上面 是不是这样动态的 去获取时间了 对吧 那你这一块 就要需要给配置上 tool 给提供一个时间 或者是再拦截 如果这里面 你配成上soul boss的话 那一定就需要有什么 需要拦截器 去将这个时间 添加进来 那然后 下面生成了什么 文本的类型 对吧 文件的类型 那这个 我们的sync 就描述完了 描述完了之后 我们描述一下什么 描述一下channel 然后channel结束之后 我们再描述一下什么 再将这个什么 sync channel sync sauce 绑定在一起 那好 那这个 就配转了 那配转完了之后 之后 就是什么 就是启动 对吧 那启动 咱们启动一下 启动一下这个 那启动一下 然后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什么 看一下sdfs 说的一个目录 看一下sdfs目录 那我们这个目录名称 叫什么呀 是不是叫logs 那么很显然啊 很显然 我们这里边 刷新一下 这里边logs 是不是有了 对吧 然后 这里边什么 06月 06日 对吧 那然后 上面什么 是这些数据吧 对吧 上面是这些数据 对吧 那这里边 现在这个数据 为什么上显停止到这里了 因为我们这可能 这个文件比较少吧 对吧 那好 那我们 再开一个窗口 对吧 然后呢 我这里边 往这个文件里边呢 添加 对加一些 数据 对吧 到哪里啊 哇 现在log下的 n几个词 下面的什么 sdfs.log 对吧 那然后我们再 再回到这边 再刷新 明显数据 是不是又被采集过了 对吧 对吧 所以说 这是我们的 hdfs.sync 那好 那这一节课的内容呢 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